民众家中如果像这样子的触控式电子炉具 又刚好有养毛小孩的话 聪明的主人这时候该怎么样避免毛小孩有误触的风险 电桃炉通过线圈通电最高可以加热到700度 缺点在煮完东西 玻璃面板仍旧很烫 卫生纸一放上去马上起火 不只有烫伤风险更可能因为误触 加上乱堆放东西可能就会引发火灾 描心人一跳马上跳上电桃炉面板 毛掌可能就会触动开关 过去就发生过毛小孩误触引发火警 南韩首尔消防部门还统计过去三年 接种通报了107件猫咪引发的火灾 台中市消防局也统计过今年一整年的火灾原因 其中电气因素就占了232件 成了连续三年火警原因前三名 加上有些旧款电桃炉产品没有安全机制 怎么预防 有民众干脆在面板上放木板或砧板避免被按到 但业者也不建议这样做 不建议上面换东西 家里有宠物跟小孩子电桃炉还是比较不适用 业者补充现在市场上大多改采用IH炉 按下开关不会马上加热 还得按加减键才能调整火力 等于有两道开关 另外旁边这个钥匙符号就是安全锁 得要长按才能够解除锁定 加上IH炉是透过电流产生电磁波 让金属锅体本身发热 所以上面没放任何锅具也无法启动 相对增加安全性 TVH的梁武汉鲁卫星台中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